这期继续分享第29篇,然后乔良去了徐鸿刚办公室,把和袁立志通话的内容告诉了他。 听乔良说完,徐鸿刚点点头,嗯,看来这举报是有预谋有目标的,看来对你和我同时换手机,是有人很关心关注的。 乔良知道徐鸿刚说的这人应该是楚衡。 徐鸿刚沉默了一会,小乔,你和楚部长的关系最近还不错吧? 乔良点点头,一如既往的好,甚至比以前还要亲近。 为什么?徐鸿刚本来的想法是,乔良只要和楚衡保持目前的关系就可以了。 没想到,乔良却和楚衡关系更密切了,不由其怪。 乔良心里涌起对楚衡的无比仇视和痛恨,但却不想告诉徐鸿刚实情,就道, 因为我不能辜负了你对我的期望,想更好的落实好你对我的指示。 徐鸿刚满意地点点头,这小子看来已经彻底选择了自己的站队,已经彻底倒向了自己这边。 这时楚衡推门进来了,对徐鸿刚道,我刚得到消息。 纪委三世的张林带人去广电局查他们超标滥发福利的事,说和手机有关。 这是怎么回事啊? 徐鸿刚点点头,我也刚从联书记那里得到消息。 袁立志给局里职工配手机的事事先没告诉我,这让我们多少显得有些被动。 给职工发福利是好事,但要是超标滥发,那可就不妥了。 楚衡转转眼珠,要不我去广电局看看? 徐鸿刚沉吟片刻,纪委的人正在那里查,以你的身份,这时候去广电局,说不定会让纪委的人发生什么误判误解,认为不理想庇护广电局。 这样吧,你别去了,让小乔以工作的名义去一趟广电局,有什么情况随时给不理汇报,这样我们也不至于太被动。 这样也好,楚衡看着乔梁,小乔,你去吧,有什么事随时给徐部长汇报。 乔梁刚要点头,徐鸿刚摆摆手,不用,这是你,直接给楚部长汇报就可以。 不就是职工发个手机吗,袁立志又没从中余力,不理又没借机开游,多大个事。 楚衡笑笑,是的,纪委这次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徐鸿刚接着问乔梁,对了,广电局什么时候发的手机? 乔梁说了时间,徐鸿刚眨眨眼,疑,似乎他们发手机的时间,和我跟你换新手机的时间正好吻合, 不会有人怀疑袁立志在给职工配手机的同时,给我和你送了两部高档的吧。 乔梁知道徐鸿刚在演戏,却也只好配合着,那怎么会, 我们这两部手机的发票都还在你那里呢,要是有人怀疑到你我,徐部长可以拿出发票和他们对质的,我还可以带他们到买手机的店里去核实。 乔梁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他确信,除非是省纪委,市里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敢查徐鸿刚买手机的发票,徐鸿刚是省管干部,市里没这个资格。 乔梁同时还感觉,虽然张林办案很负责,但袁立志把账抹平了。 他是很难发现这两部高档手机的痕迹的,即使有人口头这么说,但没有证据也白大。 听徐鸿刚和乔梁这么说,楚衡心里有些犯嘀咕,尼玛,难道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难道徐鸿刚和乔梁的手机真是自己买的? 不过在时间上,这也太巧了,楚衡暗哼了一声到底是不是真的,让张林一查就水落石出。 张林办案的严谨可是纪委出了名的,他的调查结果绝对可信。 乔梁接着去了广电局,上楼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人权。 任局长好,乔梁恭敬和他打招呼。 乔主任好,人权呵呵笑起来,主动和乔梁握手。 此时的人权,虽然没有了之前的矜持自信和意气风发,但丝毫看不出挫败和落魄的样子,保持着异常淡定平静的神情。 看人权这气态,乔梁不由,暗暗佩服人权内心的强大和平和。 到底是在官场历练过多年的老油条,虽然遭遇了挫折,但气场和底蕴依然存在。 乔主任来这里是,人权和善地看着乔梁。 乔梁扬扬手里的信封,我给原局长送个文件。 人权点点头,老袁正在办公室,你去吧。 任局长再见。 乔梁说完上楼,直奔袁立志办公室。 袁立志正在办公室喝茶,看乔梁进来,一正,乔老弟,你来试,徐部长让我过来看看。 乔梁边说边关上门,现在查到什么地步了? 袁立志边请乔梁坐下边道,纪委的人分为两组。 张主任和一位姓姜的女同志正在小会议室和局里部分中层单独谈话,另外几个人正在财务中心查账。 乔梁知道那位姓姜的女同志是姜秀秀,他们谈了几个中层了。 财务中心主任谈完了,现在正和苏妍谈话。 乔梁点点头,查账的那边呢? 那边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财务人员正密切配合着。 袁立志很有把握道,乔梁本来也是很自信的,但不知为何,一想到是张琳在办此案,心里不由有些忐忑。 一会苏妍进来了,先冲乔梁点头招呼,然后对袁立志道,袁局长,谈完了。 没什么问题吧? 袁立志问道,苏妍的眼神闪烁了一下,没,啥问题都没有。 那好,你去忙吧,我和乔主任聊慧天。 苏妍出去后,乔梁和袁立志边喝茶边闲聊。 快中午的时候,张琳、江秀秀和局部分中层的谈话结束,来了袁立志办公室。 见到乔梁,张琳和江秀秀都一正。 乔梁规规矩矩和他们打招呼,说自己来这里送文件的。 袁立志然后请他们坐下喝茶,有话没话聊起来。 乔梁坐那里没事,就摸出手机玩。 自己是徐鸿刚安排来打探消息的,不能走。 张琳边心不在焉和袁立志聊天,边不时看乔梁的手机。 江秀秀也看着乔梁的手机,神色有些不安。 乔梁被他们看得有些发毛,忙把手机收起来。 一会纪委其他几个人进来,对张琳说财务那边仗查完了,没发现任何问题。 张琳点点头站起来要走,袁立志热情挽留他们在局里吃午饭。 张琳婉言谢绝,然后就带人走了。 乔梁知道,张琳他们来调查,现在是不会给什么结果的,要回去汇总汇报后拿出处理意见。 乔梁接着也离开广电局,边走边给楚衡打了电话。 楚歌,这边的初步调查结束,张琳带人走了,目前似乎没发现什么问题。 楚衡呵呵笑了下,没发现问题就好啊,我一直在为原局长担心呢。 乔梁暗哼一声,担心个鬼,你八部的张琳查出什么事,八部的原历志倒霉,八部的这是迁出徐红刚。 刚和楚衡打完电话,张琳的电话打了进来。 不知为何,此时看到张琳的来电,乔梁有些紧张。 林姐,打电话有事吗? 有事。 电话里,张琳的声音有些低沉。 什么事? 乔梁心里再度发毛。 乔梁,我问你个事,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 张琳的口气很严肃。 什么事,你问吧。 乔梁紧张起来,你的手机是不是刚换的? 对,是不是和广电局配手机同一时间? 这个,乔梁有些发慌,我不知道广电局配手机的具体时间啊。 那我换个问法,张梅什么时候换的手机,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呃,这个,乔梁知道不好撒谎了,结结巴巴道,似乎,似乎她和我是差不多同时换的。 好,那我再问你,是不是还有人同时和你换了一模一样的手机? 这个人又是谁? 张琳步步紧逼。 乔梁更紧张了。 卧槽,张琳难道通过谈话问出了什么破绽,怀疑到自己和徐鸿刚了? 按袁立志的说法,送手机这事只有她自己知道,张琳是怎么问出来的呢? 林姐,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乔梁强自镇静。 我什么意思你似乎应该知道,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张琳的口气有些严厉。 林姐,对不起,你这问题我无法回答。 张琳的态度让乔梁突然有些逆反,这娘们怎么工作起来就六亲不认呢? 还说把自己当朋友呢? 这说话的口气哪里像是朋友,分明是审贼。 乔梁,张琳似乎一时被噎住了。 林姐,你是在审问我吗? 你查广电局的事和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如果你当我是朋友,就不该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 乔梁虽然心虚,嘴上却很硬。 乔梁,你,张琳又顿住了,片刻缓和语气道,我自然当你是朋友的。 但是,但是什么? 乔梁打断张琳的话,但是你怀疑我收了广电局送的手机是不是? 好啊,你怀疑没问题,但口说无凭,请拿出证据来。 当然,你要是仅仅只是怀疑,想从我这里获取证据,对不起,不可能。 说完不等张琳说话,乔梁赶紧挂了电话,擦擦额头的细汗。 爱马,这个林姐可真难对付,干起事来太公私分明了。 随机桥梁又琢磨,在袁立志办公室的时候,张琳和江秀秀老是看自己手机。 江秀秀的神色还很不安,现在张琳又如此问自己,显然,张琳开始怀疑自己的手机来路不正了。 而且,张琳不但怀疑自己的手机,还想追问另一部手机的去向。 既然他们在广电局财务中心没查出任何问题,那么显然,张琳是在和广电局部分中层谈话的时候得到了什么线索,而这线索让她将怀疑的目标指向了自己。 张琳会是和谁谈话得到了线索呢? 乔梁琢磨片刻,想到了苏妍,那天苏妍把两部手机送到袁立志办公室的时候,自己正在那里。 会不会是苏妍在谈话的时候说出了这事,所以引起了张琳对自己的怀疑呢? 越想越觉得可能。 如果是这样,苏妍为什么要说出这事? 是张琳追问出来的呢? 还是她主动说的? 如果是苏妍主动说的,她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乔梁心里涌出重重一团。 这时江秀秀打来了电话,邀乔梁中午去她宿舍吃饭。 乔梁正好想找江秀秀问问,痛快答应下来。 到了江秀秀宿舍,江秀秀做好了午饭,两人边吃边聊。 乔哥,张主任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江秀秀不安道。 乔梁点点头,是的,你们上午谈话的时候到底知道了什么? 张琳像沈贼一样问我。 这,我,江秀秀犹豫着。 乔梁有些火了,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问你个事就支支吾吾。 这个不能说,那个需要保密,不想说算了,没胃口,不吃了。 江秀秀一看乔梁发火,急了。 乔哥,别生气啊,张主任其实也不愿听到那些话的。 我更不愿意,可是我们都没办法啊。 听到又怎么样?拿出证据来啊。 乔梁反问道,张主任就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才问你的,你啥都没说吧。 江秀秀小心翼翼道。 乔梁一听放心了,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 我傻呀,能告诉他真相,他要是找不到证据,别想撬开我的嘴。 这么说,你真的,江秀秀不安道。 我真的什么?你也想从我嘴里套证据,做梦。 乔梁哼了一声。 从乔梁这话里,江秀秀似乎猜到了什么,但他自然是不会告诉张琳的。 江秀秀半天没作声,一会嘟弄道,倦驴。 乔梁忍不住笑起来,我是驴,那你是什么? 什么动物能和驴配对?江秀秀也忍不住笑起来,打了乔梁一下,坏蛋。 这一嬉闹,气氛就缓和了,江秀秀边给乔梁家菜边道,吃饭,多大的事,至于这么生气吗? 乔梁拿起筷子边吃边道,就是,屁大一点事,我看张琳就是小题大做。 江秀秀叹了口气,接着道,广电局那个办公室副主任苏妍,是不是原局长心尽提拔的? 乔梁眼皮一跳,是的,他怎么了? 没怎么,我看这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很聪明,说话特有分寸,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 江秀秀若无其事道,乔梁看着江秀秀眨眨眼,他突然提起苏妍,显然不是无意的,一定是在向自己暗示什么。 想到自己刚才对苏妍的怀疑,乔梁暗暗点头,是了,应该是这样。 张琳,江秀秀,在和苏妍谈话的时候,她果然说出了那两个手机的事,果然说出了自己当时在场的事,不然张琳不会老盯着自己的手机,不会怀疑到自己。 而且,从江秀秀的话里,乔梁判断出,苏妍这么说显然是主动地故意的。 乔梁突然后怕,苏妍虽然知道多买了两部手机,虽然给袁立志手机的时候自己在场,但她却没有亲眼见到这两部手机到底给了谁,如果知道的话,她应该也会说出来。 而且,苏妍告诉张琳自己当时在场,似乎是在给张琳暗示什么。 苏妍为什么要这么干?难道她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似乎不是,依她的脑瓜,绝对应该知道。 那她为何又要这么做呢? 乔梁皱眉沉思了半天,又琢磨,既然张琳在怀疑自己,如何阻止她继续查下去呢? 凭自己和张琳的朋友关系,肯定不行,这位琳姐在工作上是不逊私情的。 看乔梁一脸苦思的表情,江秀秀安慰道,乔哥,这是你也别有太大思想负担。 张主任现在只是怀疑,并没有什么确凿证据,没有证据的东西是不能写进调查报告的。 那张琳要是抓住我不放呢? 乔梁道,这个,江秀秀也有些犯难了。 难难道,张主任说下午上班会把调查的情况汇报给连书记。 最后怎么处理,由连书记决定,如果连书记要只是继续查那两部手机的事,还真就有些麻烦。 听江秀秀这么说,乔梁转动着眼珠,突然有了主意。 乔梁决定走一步险棋。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乔梁装作没事的样子在办公楼前溜达,编布时看着楼内。 一会张琳出来了,看乔梁在楼前溜达,就过来打招呼,乔梁,你在这里干嘛的? 我在等人。 乔梁笑笑。 张琳下意识就以为乔梁在等徐鸿刚,点点头,中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生气了? 乔梁摇摇头,林姐,你把我的心胸想象得太狭窄了,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理解的。 张琳有些宽慰,接着道,下午我把去广电局调查的情况给连书记汇报了,不知他会怎么决定。 张琳的口气里带着几分担心,似乎他已经意识到,虽然乔梁什么都不承认,但这是和乔梁应该有牵扯。 乔梁继续笑着,林姐,你放心,这是我会处理好的。 一听乔梁这话,张琳愈发肯定了自己的判断,这小子的手机果然来路不正,似乎他以另一种方式承认了。 虽然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但既然已经给连正汇报了,张琳下意识就不愿意再多事。 这种下意识或许是出于乔梁和自己的关系,而且乔梁又没有正面承认,自己等于还是没有任何证据。 张琳不由自主就想为自己开脱,接着走了。 乔梁继续在楼前溜达。 一会儿,连正从楼里出来了,边往车前走边打电话。 乔梁直接走到连正车前,走到跟前的时候,连正正好打完了电话。 连书记下班了,乔梁主动打招呼。 连正冲乔梁笑了下,手里还拿着手机。 乔梁看看连正的手机,连书记的手机用了一些时间了吧。 呵呵,用了快两年了。 看连书记的手机,似乎型号有些老,配置有些低,该换个新的了。 嗯,是有必要换了。 连正看看手机,心里嘀咕,这小子怎么突然关心起自己的手机来了。 连书记要换手机的话,我这种就不错,刚推出的新型号,性能很好。 乔梁摸出手机,在连正眼前晃了晃。 连正看看点点头,这手机看起来确实不错。 是啊,徐部长也很喜欢,是他先看中的,我给他买的时候,自己也买了一个。 连正心里一动,想起张林下午给自己汇报的事,看着乔梁,小乔,你是说,你和鸿刚部长一起换的同样的手机。 是啊,乔梁点点头,什么时候换的? 连正接着问,乔梁想了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好像和我对象换手机是同一时间。 哦,你对象在哪里上班啊? 连正随口问了一句,广电局,他的手机是单位统一换的。 我对象说,广电局两年没发福利了,这次算是给大家的补偿,同时配国产手机也是工作需要。 广电局? 连正心里又一动,这小子的手机和广电局同时换的,而且同时换手机的还有徐鸿刚,怎么会这样巧? 连正想起下午张林给自己汇报的时候,提到和广电局中层谈话的时候,苏妍说起多买了两部高档手机,直接给了袁立志,后来这两部手机给了谁就不知道了。 连正此时突然意识到,乔良在这里遇到自己不是无意的,这小子突然关心自己的手机也应该是别有用意。 这用意似乎是,他在向自己暗示广电局多买的两部高档手机在他和徐鸿刚手里。 张林正在查广电局配手机的事,刚给自己汇报完,这小子怎么突然这么做?主动坦白交代,似乎不像。 既然不是,那他就是向自己暗示这两部手机牵扯到徐鸿刚,让自己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有些分寸。 他显然是想,因为两部手机的事,自己犯不着和徐鸿刚过不去。 乔良这一步走得比较冒险,却又很胆大。 连正暗暗赞赏乔良的剑走偏锋,这小子很聪明啊,很会拿捏高层的关系,为了保护徐鸿刚,在自己身上赌一把。 连正突然又想到,会不会是徐鸿刚指使乔良这么做的呢?这么一想,连正一个机灵,如果真是这样,那徐鸿刚就是要借这两部手机来讨厌自己和他的关系。 两部手机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如果自己一味追究,假如真牵扯到了徐鸿刚,那会弄得徐鸿刚不利索,对维护自己和徐鸿刚的和谐带来不良影响,这显然很不值。 想到这里,连正突然感觉张琳差点给自己带来麻烦,和追究那两部手机的去向相比,自己和徐鸿刚的关系显然要重要得多。 而且张琳提到那两部手机,也只是怀疑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到底存在不存在,更不知道去了哪里,只是平苏妍的口说,这显然不能作为调查的确凿证据。 如此一想,连正不由庆幸这会遇到了桥梁,庆幸桥梁和自己谈起手机的事,不然,这或许会破坏自己和徐鸿刚之间弥足珍贵的和谐。 徐鸿刚是省里下来的年轻干部,今后的前途难以估量,而自己因为年龄的关系,再进步已经很难,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因为两部手机得罪徐鸿刚。 想到这里,连正呵呵笑起来,拍拍桥梁的肩膀,用赞赏的口吻道,小乔,你很聪明。 说完连正上车走了,桥梁松了口气,连正显然已经意会了自己的意思,甚至,他意会得比自己想得更深更多。 桥梁今天,既然把赌注压在连正身上,既然不想让张琳继续追查两部手机的事,就必须要向连正暗示徐鸿刚和这两部手机有关,甚至让连正想到这是徐鸿刚暗示自己这么做的。 桥梁并不担心让连正知道自己和徐鸿刚收手机的事,对这些大领导来说,两部手机算个屁。 如此看来,自己这个赌下对了,连正应该知道怎么处理这事了。 他不但不会让张琳继续追查这两部手机,甚至在对广电局发手机的事情上,也会找合适的理由放一码。 至于找什么理由,就看连正的脑瓜了。 桥梁深深叹了口气,突然觉得自己很累很狼狈,这是本来就是自己不对,却硬要想方设法开脱,理亏啊。 随即又觉得无奈,自己已经上了徐鸿刚的战车,现在是无法下来的,只能跟着走下去。 第二天下午,桥梁接到姜秀秀的电话,在电话里,姜秀秀的口气很轻松,乔哥对广电局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什么结果? 袁书记只是张主任,那两部高档手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光凭某些人的口说不行,不写进调查报告,不予继续调查。 桥梁松了口气,姜秀秀接着道,袁书记同时认为,广电局此次给职工配手机,虽然金额超标,违反了规定。 但广电局已经连续两年,没有给职工发福利,这次应该算是对以前的补偿,不能算超标烂发,不予追究。 那张林是怎么说的? 张主任大大松了口气,似乎得到了解脱,接着就安排人把调查结果回馈给了广电局,同时按联书记的指示,把调查结果呈送给徐部长一份。 桥梁放心了,一旦俩鸟啊,既阻止了张林继续调查,还让袁立志无忧。 如此,楚衡的伎俩不但没有得逞,还把他在广电局主政期间,两年不给职工发福利的事抖落了出来。 而且,袁立志的做法和楚衡之前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然会提高在广电系统职工中的威望。 如此,似乎应该是一旦多鸟。 乔梁去了徐鸿刚办公室,他正在看那份调查报告,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 看乔梁进来,徐鸿刚把调查结果递给乔梁,乔梁看完,果然和江秀秀说的一样。 小乔,你认为这调查结果如何? 徐鸿刚笑眯眯道,我觉得很事实求是,而且很人性化。 乔梁一板正经道,徐鸿刚点点头,不错,是很人性化,看不出连书记这家伙做事还挺有人情味。 这时徐鸿刚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徐鸿刚一看来电,兴致勃勃一摁免提。 徐鸿,连书记,有什么指示?开什么玩笑,我哪里敢指示你? 连正笑道,广电局的调查报告我让人专门给你送一份,你看了吧? 看了看了,我正和小乔说连书记做事很有人情味呢。 呵呵,昨天下午我还遇到小乔了呢,他对我用的就手机很关心, 还向我嘚瑟他新换的手机性能好,说是给你买这手机的时候,自己也买了一个。 我说老伙计,你不大仗义啊,换手机的时候怎么不和我说一声,我也顺便换个好用的。 哦,徐鸿刚微微一正,看了乔梁一眼,接着大笑,实在对不住啊老兄,我疏忽了。 和连正打完电话,徐鸿刚看着乔梁,怎么回事? 张琳在调查的时候,似乎觉察到了两部高档手机的事,但没有确凿证据,就找我问。 我一方面否认,另一方面又想阻止他继续查下去,就想到了连书记,于是我救。 乔梁接着把昨天下午和连正的谈话内容说了一遍。 听乔梁说完,徐鸿刚点点头,带着欣赏的表情看着乔梁,你小子越来越会办事了。 不过这次似乎又是打了我的旗号。 没有啊,我没打。 明着没有,但你以为连书记会觉察不出吗? 不然,他怎么会给我打这个电话? 徐鸿刚哼笑一声,虽然乔梁又一次打了自己的旗号,但他丝毫没有见怪,毕竟乔梁这么做是为自己好。 乔梁笑了下,徐鸿刚沉吟片刻,接着道,你给袁立志打个电话,让他马上买一部和我同样的手机,直接给你,然后你送给老连这家伙。 乔梁一愣,徐部长,你这不是拉连书记下水吗?他要不要怎么办?一部手机,算个批拉下水。 徐鸿刚似笑非笑道,从刚才老连的口气里,你认为他会不要吗? 乔梁又皱皱眉头,徐部长,这时你还是亲自给袁局长打电话,让他去给连书记送手机吧。 为什么?徐鸿刚感觉很意外,这小子对自己的话一向是很听的,今天怎么突然这样? 乔梁深深叹了口气,徐部长,我说了,你别生气, 其实这手机的事,虽然这两天我一直在操作,但心里却是很不安的,总觉得这样做违背了自己做事的底线。 说实在的,当初我们真不该要这手机的,虽然这不是多大的事,可我总觉得心里有负担。 我心里现在还沉甸甸的呢,你又让我干这事,徐鸿刚静静地看着乔梁,忍住笑,温和道。 小乔,你的想法我充分理解,你这样认为是对的,这说明你心里有一把衡量自己做事的池子,对这一点,我还是很赞赏的。 谢谢徐部长的理解。 乔梁有些感动,不过这是已经这样了,也不能把手机退回去了,咱们下不为例好不好? 好好,乔梁忙点头,如释重负,不过,虽然下不为例,但今天这电话你还得打,手机还得去送。 啊?乔梁正正看着徐鸿刚,卧槽,刚才那话和他白说,徐鸿刚脸一拉,怎么?我的话你不愿意听? 我安排的事你不愿意做。不是不是。乔梁忙摇头,可是,不是就好,没有什么可是,去吧。 徐鸿刚打断乔梁的话,摆摆手。乔梁无可奈何处去了,徐鸿刚笑着摇头,这小子在官场到底还是嫩啊。 虽然思想干净这点值得肯定,但还是需要多锤炼,不然怎么能成大气。 在乔梁的使用上,徐鸿刚觉得越来越顺手,这样优秀的下属,其货可居。 同时,徐鸿刚又想把乔梁栽培起来,一来是自己的需要,二来也是李有为的拜托,三来,乔梁忠心耿耿为自己做事,从自己做人的良心来说,也应该给予回报。 虽然在官场,人和人之间更多的是利益,但徐鸿刚感觉,自己和乔梁不知不觉有了那种主仆之间的感情。 这感情的产生似乎有多重因素,除了乔梁救过自己和李有为的关系,更重要是乔梁对自己做事的忠心和可靠。 当然,这忠心和可靠源于彼此之间的高度信任,这是楚衡推门进来了。 老楚,纪委的调查结果反馈回来了,你看看,徐鸿刚把调查结果递给楚衡。 楚衡看完调查结果,心里很意外很失望,本指望这次能搞原励志一把,多少让他背个处分。 同时想借助张林办案的执着,追查那两部手机的去向,给徐鸿刚一个灰头灰脸,没想到会是这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楚衡压住内心的失落,做出欣慰的样子笑道,太好了,我终于放心了。 你放心,我还不放心呢。 徐鸿刚道,徐部长哪里不放心? 楚衡有些奇怪,你没看到调查报告里提到,说广电局两年没发福利,这次算是对以前的补偿。 徐鸿刚叹了口气,楚部长啊,这调查报告把你之前的事抖落出来了,我怎么觉得这让你有些灰头灰脸呢? 楚衡尴尬起来,这个,以前没发福利,是因为局里钱太紧了,实在没办法。 你那时钱紧没办法,袁立志当局长后就有钱有办法了,这说明了什么? 这是广电系统的内部职工会怎么看?局外人又会怎么想? 徐鸿刚意味深长道,楚衡神色有些难堪。 徐鸿刚接着道,那个举报的人也实在可恶,竟然搬起石头,砸了你的脚。 楚衡暗暗叫苦,哪里是别人,是我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 楚衡不由很傲丧,早知道是这结果,就不倒过这事了,没想到弄巧成拙。 乔良回到办公室,给袁立志打电话,说徐鸿刚让他买一部同样的手机送过来。 袁立志觉得奇怪,乔老弟,徐部长要这手机有啥用途啊? 具体什么用途我也不知道,不过,似乎是为了帮你把屁股擦得更干净。 袁立志似乎明白了什么,好,我这就安排苏颜去办这事。 不,你亲自去办,这是不要告诉任何人。 乔良干脆道,为什么? 袁立志有些发愣,没有原因。 袁立志迟疑了一下,那好吧。 下午刚上班,袁立志提着手机带进了乔良办公室,把手机交给乔良。 乔老弟,这是为什么要我亲自办? 袁立志心里困惑,又问乔良这问题。 乔良自然不能告诉袁立志自己对苏颜的怀疑,那就等于出卖了姜秀秀。 袁局长,这是你不要问得太明白,不过我想提醒你,对身边人的使用要谨慎。 小心使得万年船啊。 乔良话里有话道,袁立志眨眨眼,觉得乔良是在暗指苏颜,你的意思是,你该懂的。 难道乔老弟发现了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乔良摇摇头,没有,我只是善意地提醒而已。 袁立志笑起来,苏颜是自己提拔重用起来的,他自然会对自己忠心。 乔良在这点上实在是过于敏感了。 看袁立志没放在心上,乔良一方面不能把话说得太明白,另一方面又隐隐有些担忧。 同时又暗暗琢磨起苏颜,袁立志走后,乔良提着手机带直接上楼去廉政办公室。 刚上楼,迎面遇到了张琳。 乔良,你来干嘛的? 张琳看着乔良手里的手机带,我来给连书记行贿的。 乔良无精打采道,张琳忍不住笑起来,显然不信,谁敢大白天明目张胆给纪委书记行贿啊。 胡说,老实交代。 乔良信口就来,前几天偶然遇到连书记,他的手机太就不好用,看我这手机挺好,就给我钱,委托我帮他买一个,这不,我刚买了给他送去。 张琳又看着手机带,这手机和乔良用的果然是一个品牌。 想到没查出结果的那两部手机,张琳不由皱皱眉,难道乔良说的是真的? 难道这手机真是他自己买的?难道连书记真会委托他买手机? 张琳觉得乔良在撒谎,但却又找不出什么破绽。 乔良接着道,林姐,你要是喜欢,回头我也可以帮你买一个,我的手机很好用,不要。 张琳摇摇头,那我去了呀。 乔良接着就去廉政办公室,张琳看着乔良的背影,心里充满困惑。 这小子今天怎么像双打了的茄子,没精神头呢? 乔良进了廉政办公室,把手机袋子往廉政桌子上一放,恭敬道, 连书记,徐部长不能让你觉得他不仗义,给你也弄了个同样的手机。 廉政笑起来,接着把手机袋放到桌子下面,小乔,替我谢谢徐部长啊。 连书记客气了,徐部长说了,一部手机,实在算不上什么。 别说一部手机,就是两部也算不上什么。 廉政显然话里有话。 乔良笑了下,突然意识到,徐鸿刚要给廉政送手机,而且坚持让自己来送, 似乎带有向廉政示好和试探的意思。 而廉政如此痛快接受这手机,绝不是他贪图一部手机, 而是要通过这个给徐鸿刚传递一个让他放心同时示好的信号。 在官场,一见不起眼的小事,却往往充满耐人寻味的玄机。 乔良不由佩服大人物处理问题的微妙和高超,爱马,又学了一招。 晚上在家吃饭的时候,张梅道,这次纪委来局里查手机的事, 大家一开始都很担心呢。 担心什么?乔良边吃边道。 担心纪委会说局里超标滥发福利,把手机收回去, 或者让大家自掏腰包啊。 没想到结果会如此完美,大家都松了口气, 都觉得纪委处理得很公正,很人性化。 你们局里就没人担心袁立志会因为这是癌处分。 当然有不少人担心的,不过我无所谓。 张梅边吃边道,其实袁立志很会当领导, 他这次给大家配手机,让大家都对他有了好感,提高了他在内部的微信。 乔良道,听你这事是有人举报,不知是什么人举报的, 不但没怎么着原理之,反而坑了楚歌。 怎么坑了楚歌? 张梅一愣,楚歌在当局长期间,两年没发福利的事, 被借着这事抖落出来了,弄得他很狼狈呢。 哦,张梅点点头,眼神有些发症。 乔良接着道,我怀疑这事是有人指使广电局内部的人捣鼓的, 表面上是对着袁立志来的,实则是想捣鼓楚歌。 这人实在可恶,那你认为是谁指使的? 乔良想了想,我怀疑是袁立志。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张梅嘴巴半张。 我分析,袁立志很明白,自己发手机这事是合情合理不违规的, 但他又想借这事抖落楚歌两年没发福利的事, 就指使苏延向纪委举报。 他这么做,是很高明,很有欺骗性的, 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是他搞的。 张梅目瞪口呆看着桥梁,没想到他会这么认为, 天啊,这小子太聪明了,聪明过头了。 你这么一分析,我也觉得有可能。 张梅点点头,乔良心里冷笑,接着愤愤道, 这是袁立志做的就很不地道了, 他怎么能这样对待前任呢? 何况楚歌还是宣传系统二把手, 他真是太差劲了。 张梅暗暗叹息,可怜的糊涂虫, 到现在还如此维护楚衡, 真是糊涂到顶了。 那你认为袁立志只是什么人干的? 乔良干脆道,我觉得是苏妍, 她现在是袁立志最信任的身边人。 张梅下意识摇头,脱口而出, 绝对不会是苏妍。 她,说到这里,张梅突然住了口。 她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肯定不是她? 乔良盯着张梅。 张梅掩饰地笑了下,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苏妍不过是个小女人, 原局长怎么会让她办这么重要的事? 看张梅这神态, 乔良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心里的疑团更大了。 你和苏妍关系怎么样? 我们除了工作上有联系, 平时不打任何交道。 张梅干脆道, 那苏妍和丁磊呢? 张梅看着乔良, 你怎么突然提起丁磊了? 偶然想起,随便问问。 张梅转转眼珠, 丁磊现在被原局长打入冷宫, 苏妍现在市局办副主任, 很明显下一步要做丁磊原来那位置, 你认为他们的关系能好吗? 乔良点点头, 这倒也是, 丁磊现在应该对苏妍很有敌意的。 话虽这么说, 乔良却有了怀疑, 刚才张梅说这话的时候, 眼珠不停转悠, 似乎她在撒谎。 虽然感觉张梅在撒谎, 但乔良不会露出任何觉察的痕迹。 这次手机风波就这样解决了, 对手不但没达到目的, 反而偷鸡不成十把米,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乔良一面觉得快意, 一面又觉得郁闷, 还有些狼狈。 乔良知道, 张林对这事是怀疑自己的, 但既然廉正有了指示, 她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坚持。 这虽然有备于张林一贯的做事风格和原则, 但在和自己的友谊面前, 她似乎选择了妥协和退让。 如此一想, 乔良对张林的好感不由又增加了几分, 这个平时在人前铁面无私的女包工, 在自己面前却是颇有人情味的美妇。 乔良其实明白, 在官场, 一位坚持原则不讲灵活, 是人皆罪我独醒的人, 是很难在圈子里混下去的。 张林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虽然大多数时候她很讲原则, 但有时也必须要灵活要妥协, 比如在李有为的案子上, 还有这次。 对马自营的案子, 虽然张林想坚持下去, 但却遭到了赵小兰和上面的双重压力, 虽然心有不甘, 但却也只能无奈放弃。 听说马自营的案子, 机尾已经移交检方了, 估计很快就会宣判。 马自营在唐树森集团中, 不算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但因为他和唐树森的密切关系, 却会容易把唐树森牵出来, 这也是让唐树森一直为之操心的原因。 现在唐树森应该不用为马自营的事担心了, 但自从徐鸿刚空降江州, 让唐树森糟心的事接二连三, 马自营的事还没彻底尘埃落定, 人权和和必又出了事, 小姨子还丢了饭碗。 而在这些事中, 乔梁的影子又无处不在。 这样想着, 乔梁暗暗感觉, 唐树森现在不能耐徐鸿刚如何, 但却会选择自己下手。 徐鸿刚能拿唐树森手下开刀, 唐树森自然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 只是不知, 唐树森的屠刀何时会落在自己头上, 而楚衡又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如此一分析, 乔梁觉得自己很被动, 又很无奈。 或许, 小人物的命运就应该如此。 转眼又到了周末, 张梅回了娘家, 晚饭后, 乔梁在街头散步, 正走着, 突然停住脚步, 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 前面不远的一个茶楼里, 走出了一男一女, 男的是丁磊, 女的则是苏颜。 两人出来后, 分别打车离去。 显然, 他们刚喝完茶, 从茶楼里出来。 他们在茶楼聊什么的。 乔梁眨眨眼, 走到茶楼门口, 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琢磨。 正在琢磨, 身后突然有人拍了下他的肩膀。 乔梁吓了一跳, 忙回头, 一看是楚衡, 正笑眯眯看着自己。 楚衡显然刚从茶楼出来。 楚歌, 是你呀, 吓了我一跳, 你在这喝茶的。 是啊, 我和几个朋友喝了会茶, 你站在这里傻看啥呢? 楚衡笑呵呵道, 我散步正好经过这里, 正在看街对过的美女。 乔梁黑黑笑笑, 本以为就丁磊和苏妍两人在这里喝茶, 没想到楚衡也在。 哎, 你小子, 家里看着那么一大美女, 这些美女比得上梅子吗? 别看了, 不然我告诉梅子。 楚衡开玩笑道, 乔梁一阵恶心, 装啥逼啊。 乔梁随即笑道, 楚歌, 你朋友呢? 他们刚走, 你没看到? 没有啊, 我刚过来, 没看到茶馆里出来任何人, 再说你朋友我也未必就认识啊。 呵呵, 这倒也是, 你的确是不认识他们的, 是我几个调友。 楚衡有些庆幸, 幸亏乔梁没看到丁磊和苏妍, 不然他一定会怀疑什么。 又想到张梅告诉自己, 乔梁怀疑袁立志指使苏妍举报, 和他为袁立志想捣估自己不平的事, 楚衡不由暗笑, 这小子看起来很聪明,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傻蛋, 老婆和自己不清不楚这么久, 不但浑然不觉, 还如此维护自己, 越想越觉得自己智慧过人, 耍弄乔梁这样的笨蛋小菜一碟。 又聊了几句, 楚衡就走了, 乔梁继续散步, 边走边琢磨, 以前楚衡当广电局的时候, 对苏妍似乎没怎么关照, 怎么现在突然一起喝茶呢? 难道是, 想到这一点, 乔梁心里一个机灵, 不出意外, 苏妍应该被楚衡采取什么手段控制了? 楚衡控制苏妍的目的很明显, 是要借苏妍来捣估原立志, 而捣估原立志, 就可能会危及到徐鸿刚, 甚至自己。 这是要不要现在告诉徐鸿刚和原立志呢? 乔梁琢磨了半天, 决定暂时不告诉他们, 先暗中观察一阵苏颜再说, 且看他如何表演。 这时手机响了, 一看来电, 柳一平打来的。 原来柳一平来江州了, 住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里, 告诉了乔梁房间号, 让他过去。 柳一平这时候, 给自己打电话, 意思很明白。 自从上次和柳一平通电话, 得知柳一平在官场的三心二意后, 乔梁对柳一平的看法就起了微妙变化。 不过想想, 既然柳一平来了, 自己一人在家也无聊, 去也无妨。 乔梁打车去了柳一平住的酒店, 直奔房间, 敲门, 柳一平穿着睡衣开的门, 看来刚洗过澡, 头发还没全干。 你司机呢? 乔梁进去坐在沙发上。 我自己开车来的, 柳一平关好门, 坐在乔梁对面。 来江州干嘛的? 看你的。 柳一平风情地笑笑。 乔梁不信, 觉得柳一平来江州一定还有别的事, 而且他没带司机, 似乎是半死似的。 除了看我, 还有别的事吗? 有啊, 想找你帮个忙呢。 我能帮你什么忙? 乔梁一时想不出, 有一瓶没有直接回答, 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接着道, 这几天, 松北和三江的局部人士变动, 想必你应该是知道的。 乔梁自然知道, 苗培龙成为松北县委书记后, 空出了县长的位置, 随即市委一纸调令。 三江县长姚健调任松北县长。 三江是财政大县, 松北是江州最穷的县, 姚健的调动意味着什么? 大家都心知肚明, 显然和廖古风那次来三江参加县场会, 回去的时候被人拦路喊冤, 惹怒了景浩然有关。 事实却是如此, 景浩然因为这事被廖古风批评, 心里很不快, 暗骂姚健不争气, 就把他发配到松北去了。 对姚健来说, 自己之前和苗培龙平起平坐, 而且还是大县的县长, 现在却要屈就成为苗培龙的副手, 自然心里是不痛快的, 面子上很掉粉。 姚健一离开三江, 三江县长的位置就空了出来, 冯运明暂时尖着。 想到这里, 乔梁看着柳一平, 你提这个干嘛? 柳一平笑笑, 还记得我上次给你打电话说的事吗? 那次我说, 姚健在运作松北县委书记的事, 虽然他没有成功, 但还是空出了县长的位置。 如此看来, 过程不同, 但结果还是一样的。 你想争取这个县长的位置? 对, 乔梁看着柳一平, 徐鸿刚对柳一平带有期望, 正想把他弄到报社当党委书记, 他却突然打起了县长的主意。 不知徐鸿刚知道这事, 心里会怎么想? 县长和报社党委书记都是正处, 有什么区别吗? 乔梁皱皱眉头, 当然是有的。 柳一平毫不避讳道, 如果能当上县长, 只要不出事, 下一步就有很大可能成为县委书记, 然后提傅厅的希望就大大增加了。 而去当报社党委书记, 虽然也是正处, 但那职位提拔赴厅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何况我在三江这么多年, 有一帮老班底, 一旦当了县长, 用起自己的人会更得心应手, 更容易出正绩。 如此, 还是当县长更实惠。 从柳一平的话里, 乔梁感觉出了柳一平的精明和心迹, 这娘们在官场的野心不小啊, 现在只是傅厨, 却早已看到了傅厅, 而且, 她这一番分析, 听起来似乎还颇有道理。 我又不是市委书记, 能帮你什么忙呢? 乔梁淡淡道, 你自然有你的用处, 虽然你职位不高, 但你的资源对我却会很有帮助。 听柳一平这么说, 乔梁心里不痛快, 她说自己有用处, 似乎把自己当使用的工具了。 自己是人, 怎么能是工具呢? 有什么话你敞开说吧。 柳一平点点头, 这几天我反复琢磨了, 以我周围的资源考虑, 能在这时给我说上话的是领导, 只有封书记。 一来封书记现在是市里仅次于井书记和吴市长的三把手, 在常委里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二来封书记是三江的老县委书记, 我能找到和他拉近关系的由头。 而要和封书记接近拉上关系, 就需要你来帮忙。 此时柳一平把县长作为自己目前在官场奋斗的第一目标, 报社党委书记退居第二。 柳一平同时明白, 报社党委书记徐鸿刚有很大的话语权, 但却不能把当县长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既如此, 就要在上面换个目标。 有一平逐一分析了市委这些常委, 除了徐鸿刚, 自己能攀上的只有封大年了。 封大年在三江当县委书记的时候, 自己在下面当镇长, 虽然和他关系不是很密切, 但不管怎么说, 那是老领导啊。 以老下属的名义攀附封大年, 这由头还是可以的。 怎么攀上封大年呢? 有一平想到了李有为, 李有为和封大年的私人关系相当不错, 这次李有为出事能从轻发落, 封大年应该出了不少力。 如何利用李有为来运作封大年呢? 有一平又想到了乔良, 这小子是李有为的心腹, 和李有为感情很不一般, 通过他来说服李有为帮自己的忙应该是最佳方式。 自己和乔良有那种关系, 这忙他没有理由不帮。 于是, 柳一平决定从乔良入手。 听柳一平说完, 乔良猜到了柳一平的想法, 你是想让我找李书记, 让李书记出面为你和封书记牵线, 对不对? 是的, 你很聪明, 我想通过你找李老兄, 让他约封书记出来吃个饭, 我安排饭局。 乔良显然知道柳一平的想法, 虽然他和李有为关系也不错, 但和自己比差远了, 他担心自己去找李有为会被拒绝, 所以就想通过自己。 看柳一平自信的表情, 似乎他认定, 自己和他有过那种关系, 必定会帮他这个忙的。 乔良突然发现柳一平很功于心计。 如此一想, 乔良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 这感觉让他很不爽, 同时对柳一平的功于心计又很不喜欢。 虽然知道人格有志, 既然混官场, 网上爬是必须的, 也可以理解。 但乔良还是不由自主拿柳一平和叶欣怡, 张琳比, 他们同样也在积极争取进步, 但靠的是自己真本事, 不会像柳一平这样费尽心积拉关系找靠山。 在这点上, 柳一平比叶欣怡和张琳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同样都是官场付出级的女人,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虽然不喜欢柳一平的做法, 但既然她提出来了, 而且两人又是那种关系, 如果不帮这个忙, 有些说不过去, 但如果帮, 又有棘手之处。 棘手之处是, 一来, 李有为现在已经离开官场, 对官场的人和事尽量回避, 现在让他去掺货这时, 他未必会乐意。 二来, 虽然李有为和丰大年的关系不一般, 但李有为的事差点牵出丰大年, 丰大年未必对李有为就没有看法。 即使没有看法, 现在李有为在商界, 两人的关系也未必像以前那么密切, 丰大年未必就给李有为这个面子。 三来, 即使丰大年给李有为面子, 但自己去找李有为提这事, 李有为未必不会对自己和柳一平的关系产生什么怀疑。 如果李有为怀疑自己和柳一平有那种事, 那是很糟糕的。 想到这里, 乔良不由面带难色。 看乔良这神态, 柳一平有些不悦, 乔良, 我都是你的女人了, 你不至于如此薄情, 这点忙都不帮吧。 柳一平这话让乔良不由理亏, 随即乔良又反感, 分明带有要挟的性质, 功利性太明显了。 乔良突然后悔, 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琢磨了片刻, 乔良看着柳一平, 你想什么时间约封书记出来吃饭? 最好是明天晚上。 乔良摸出手机, 当着柳一平的面给李有为打电话, 接通后按了免提。 老板, 休息了吗? 梁子啊, 没睡, 我正在书房看书呢, 这时候你打电话来, 有事吗? 电话里传来李有为轻松的声音, 自从去了正泰集团, 李有为又焕发了精神, 正在逐步走出昨日的阴霾。 乔良自针据着道, 老板, 有这么个事, 今晚三江的柳部长来江州了, 我们一起吃的晚饭。 饭后柳部长和我说了个事, 想让我找你帮个忙, 我回到家琢磨了半天, 不知这是该不该和你说。 柳一平冲乔良笑了下, 似乎在赞赏乔良这话说得圆满。 哦, 柳一平什么事不直接找我, 还要通过你呢? 难道这是很重要, 而且还不好办, 他怕我拒绝? 李有为笑起来, 这个, 乔良犹豫着, 梁子, 既然柳一平找你, 就说明他知道你在我心里的分量, 就说明他应该确实遇到了棘手的事, 而且他又是你老家的父母官, 对你父母也多有照顾, 还有, 你和他平时关系又不错, 大家既然是朋友, 该帮的忙还是要帮的, 不要顾虑, 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听李有为如此痛快, 乔良就把柳一平 想通过他约封大年出来吃饭的事说了。 听乔良说完, 李有为沉默了。 自己虽然是封大年的老不下, 虽然在官场的时候和封大年关系很密切, 但随着自己出事, 随着自己进入商界, 封大年和自己的关系不知不觉已有些疏远, 联系也不多了。 李有为知道, 这种疏远是自然而然的, 因为彼此之间的利益已经不那么相关, 封大年需要的是在政界有自己人, 而自己现在当然不是。 柳一平通过乔良提出这事, 显然是担心直接找自己会被拒绝, 觉得他不如乔良和自己关系密切, 所以就想更稳妥一些。 而柳一平想通过自己约封大年出来吃饭, 显然是看上了姚健调到松北之后三江空出的县长位置, 想攀附上封大年来摩取这职位。 对柳一平, 李有为还是有些了解的, 知道他在官场野心不小, 网上排的欲望很强烈。 柳一平现在通过乔良来找自己提这事, 乔良显然是为难的, 从过去的交情出发, 不帮说不过去, 帮又等于给自己添麻烦。 李有为想了想, 这事不能让乔良为难, 他在官场的时间还长, 和柳一平今后打交道的日子还有很多, 不能因为这事搞得他们关系不和谐。 在官场, 广交朋友是很有必要的, 虽然这朋友是利益决定的。 听李有为在电话里沉默, 乔良心里有些忐忑, 不知李有为会想到些什么。 柳一平则有些紧张, 不知道李有为会不会答应。 一会李有为说话了, 梁子, 我现在就给封书记打个电话, 你等我回话。 说完李有为挂了电话, 乔良呼了口气, 看着柳一平, 你拜托的事我办完了, 李书记也答应了, 剩下的就不是我和李书记能做主的了。 一会儿李有为给乔良打来了电话, 乔良继续用免提接。 这期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继续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